大家好,今天我们要来聊聊Google最近公开的第四代张量处理单元晶片 简称TPU-V4还有NVIDIA的N100张量核心GPU 根据Google和UC Berkeley的研究人员所发表的一篇论文 他们声称TPU-V4的速度比NVIDIA的N100快1.2到1.7倍 并且功耗比N100低1.3到1.9倍 不过,就在Google公开这些消息后 NVIDIA的创始人兼CEO黄仁勋立刻发表了一文章 提醒大家A100早在三年前就问世了 而NVIDIA更近期推出的H100 Hopper GPU在MLPF3.0基准测试中的性能比A100高出4倍 研究人员表示TPU-V4在2020年投入服务 并自那时起不断改进 他们还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将TPU-V4与最近才发布的H100进行比较 原因是Google倾向于在技术投入生产并运行实际应用后才撰写论文 TPU-V4的主要创新包括引入光学电路开关X和光纤数据链 以及整合了Sparse-Cores-SC 这是一种加速依赖于嵌入的模型计算的数据流处理器 如推荐系统 据研究人员称 Google的TPU超级计算机在达到99.0%的主机可用信实配合 AUX可实现有效吞吐量 而SC则是在仅占用5%的晶片面积和功耗下 将依赖嵌入的模型加速5-7倍 最后研究人员表示 将4096个TPU-V4节点组成的超级计算机 部署在数据中心 这种硬件的能耗和碳排放量 比竞争对手的DSA特定领域架构低2-6倍 碳排放量更是低了20倍 这种碳足迹的大幅降低 使得机器学习在可持续的方式下 实现其惊人潜力的可能性大增 目前Google已经部署了数十台这样的超级计算机 功内部和外部使用 所以现在大家可以在稍微减少对气候影响的内疚感下 享受YouTube的推荐功能 好啦 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个话题 记得按赞 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咯 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